各位老师精神,今天和大家整理一只靓鸡 我相信每一位厨师对鸡的研究是最有耐心的 而且是百作不厌 无论是吊烧、白车、蒸蒙炖炒都有它不同的烹饪方法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款是白车芦花鸡 也是鸡中的老斯莱斯 光从它表面的羽毛来观赏已经是得到了满分 它是一种纯放养在半山上的芦花鸡 生长期已经是达到了320天 平时的活动量充足,它的羽毛光亮又既结实 晚上的时候已经是躲在树梢上面过夜了 所以非常适合做白车的方法 先带它出去溜一圈,回来再给它洗个用水饺 把它放到一个盘里面 倒入70度左右的药水浸泡2-3分钟 再用个勺子把它翻个另一面 让它得到一个均匀的瘦肉 烫好后把它捞出 最好是用冷水冲洗一遍 让它迅速的降温 在脱毛的过程中就不会烫手 先从头部开始 不过在市场上面都是鸡屑化了 很少是用手脱毛的 但是按照原格来说还是手工脱毛比较好 不会伤到鸡皮的硬性 如果是鸡屑化滚铜式脱毛的 就会导致鸡皮松弃 影响到成菜式的口感 鸡屑化鸡的拖点就是皮薄油少 鸡肉结实 脱毛后可以清楚的看见 整个鸡皮是很光滑的 在皮底下是没有任何鸡油的 从这几点可以看出 在它生长的过程中 运动量是很足够的 从鸡皮的表面都可以看到里面的瘦肉 而且很透明 每个部位的鸡肉都会突出有一定的菱形 平时活动的时候都可以飞起来了 先把两个鸡脚砍下来 上面有两个钉头 就从这两点可以看出 它养殖的时间长短 然后再把鸡脚尖砍下来 清洗干净后 下一步准备一锅清水 加入少许的姜葱还有料酒 盐30克把它放在一起 还可以加入一小锅的黄鸡脂 可以起到给鸡皮上瘦的作用 如果没备用的可以不放 水开后把鸡放到水里面烫煮10秒 通常有很多师傅都是三进三出的 烫煮至鸡皮定型以后再把它捞出 但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浸泡的时间要把控好 烫皮后过冷水只是一个前期的工作 烫皮捞出后过冷水的目的 只是让鸡皮得到快速的收紧和定型 今天在卢花鸡去毛后净重还有三斤六两 那么在浸泡的时间多久为何事 这个是有讲究的 我要的标准是鸡骨头里面还带有一定的红色 这样吃起来的鸡肉才鲜甜嫩滑 接下来开始表演 现在锅中的水温已经是烧开了 先把整个鸡放到锅中上下提起两次 提起来的目的是让鸡肚里面的肉水得到一个循环 锅中的水温让它保持在100度左右 接下来再把整个鸡放到锅中浸泡 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算起 浸泡的时间为31分钟 而且在中途的时候要翻一次 这时候可以把鸡脚和鸡脚一起放进去浸泡 水开后把荷苗调至最小 只要把水温保持在一个恒温的状态就可以 经过了15分钟的浸泡 现在把它反过另一面 让它得到一种均匀的受药 在浸泡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 水一定要摸过整个前肌 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控浸泡的时间 接下来是准备两个点料 把锅烧肉加入花生油 加入以后再把它淋到姜油里面 这是白切鸡中的一个标配叫姜葱点料 还有一个是干葱末 把锅烧肉以后加入冷油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面煸炒出香味 这个我们叫做葱油点料 炒至葱末有点起色的时候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还有少许的盐鸡汤 因为关系生抽就会有点咸 同时加入适量的白糖 综合它的味道 煮开后再把它倒出 一个葱油点料就继续完成 它的特点是葱香味浓郁 吃了口气流香 旁边的这个叫姜油 现在我们来给它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糖 还有少许的盐鸡鸡粉 把它搅拌均匀 一股浓郁的姜葱香味 接下来看一下 这边浸泡的鸡时间已到 全程为31分钟 每一个鸡的重量和它的品质不同 所以浸泡的时间也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能凭多年的刑除精量来判断 捞出后在鸡皮的表面涂上系列的花生油 不但可以起到一种蒸香的效果 还可以锁住鸡皮的水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捞出后直接过冰水 但是我不太习惯 因为那样会降低鸡肉的香味 只要是鸡肉达到一定的品质 哪怕你放着让它季然的凉了 鸡皮照样是达到一种爽脆的口感 平时砍鸡的这些工作都是由我助手来完成的 但是今天它作为拍摄手 那就由我来表演了 现在整个鸡还有一定的温度 可能在摆盘的过程中不会很整齐 鸡头摆盘以后先把鸡气和鸡腿卸下来 在鸡腿的位置是有一个小关节的 卸下来以后先放一边 在摆盘的过程中也是有一个顺序的 现在可以看见整个鸡肉已经是完全熟透了 接下来是把鸡松肉的位置先砍出来 然后再把鸡背的位置从中间砍开 鸡背上的这条中骨是没有什么肉的 但是作为摆盘也可以用来垫底 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 哪怕是煮熟了 整个鸡里面是没有任何多余的油脂肪的 而且鸡肉的香味很浓郁 它的口感如何 稍后也会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只要是喜欢吃鸡的朋友都知道 它的成熟度是最为关键的 这一块是鸡松肉 先把里面的这片硬骨取出来 在旁边还有两小块的肉眼 鸡松肉的位置是偏厚的 它的熟度刚好 在这片硬骨上面还透出一定的鲜红色 如果是浸泡的时间过程 在鸡骨头上面是不会残留有任何的颜色 那么鸡肉标准的熟度是看哪里 就看鸡腿这个位置了 今天这个泡了31分钟 因为整个鸡它已经是达到一定的重量 要是想要鸡腿骨里面都要全熟的话 就要泡33分钟 现在来看一下31分钟的标准就是这样 在鸡骨头里面保留有一定的鲜红色 但是不会流动 只能是达到一种凝固的状态 以我个人的精炼水准只能是做到这一点 如果再想吃深一点的也可以调到29分钟 这些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控的时间 将近一个小时的操作 现在总算是完成了 有喜欢吃鸡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个人的口味 和大家一起分享 不管是鸡的品种还是做法 搭配的酒水还是点料 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 一起分享吃鸡的乐趣 鸡的做法有很多种 唯有白切鸡是百切不厌的 现在我们来品尝一下 先来试一下这个干葱的点料 最喜欢吃的就是在鸡腿喂鸡这块 一样爽脆 虽然刚才出锅的时候没有泡过冰水 但是鸡皮还是非常的爽脆 因为这个是腌鸡 再来试一块姜葱点料 这白切鸡必备了 就是这个味道 白切鸡的标准鸡皮爽脆肉脂乱滑 鸡的香味浓郁它都有了 我们开发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和激情 下期同样有精彩的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